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星雲大師 在《廬山英雲》這本書中所說的一首解語 《忍字上面一把刀,為人不忍和自招,能忍得住騙時刀,過後方之忍為高》 是古德所寫的 忍字上面一把刀,世間做人處事,方法千萬種 最重要是忍內忍欲,忍是心上的一把刀 就像一把刀插在我們的心上 能不叫一聲符才叫忍 平時報師慈戒的功德容易做 跟忍內比起上來,反而不及忍欲的功德大 忍的威力無與淪秘,人一口氣風平浪靜,退一步上海闊天空 忍是可以扭轉乾坤的 為人不忍和自招 一個不能忍耐的人 是經常自野災禍麻煩 所謂地低多於水,走多壞腸胃 你想走也走不甩 能忍得住騙時刀,就能少災少殃 像飢荒時,忍機忍我,你便能活過來 貧苦時,忍貧忍苦便能早出頭 困難時,忍苦內勞容易過 最不易忍受的就是心頭的氣 好多人時時忍不住一口氣 便會作出種種的計較 招致怨恨暴雷,白白害了自己 匹夫之勇無異於自暴其短 拳頭你不打出去,就不會招惹一些麻煩 眼淚不輕易流下來 才能化悲憤為志氣 激動時,不要火急無躁 才顯出鹹養的功夫,才是真容 忍一忍,嘴巴上少說一些激憤的話 臉上少一些親恨的氣象 心裡少留一些人我是非 通通不計較,保持一種氣度,一種寧靜 一忍,就能萬事煙燒雲散了 能忍的人,往往是最後的勝利者 起身恨心,發脾氣,不能解決問題 唯有能忍,脾氣一改,天地一歡 才能顯現化暴雷為腸禍的力量 所以說,過後方之忍為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阿彌陀佛 暴雷 大家幾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